挑战去民政局跟刚离婚的女的告白 这玩意儿容易挨揍吧 到民政局了 等了好半天了 这也没人离婚呀 再等等吧 要出来一对刚离婚的 手里面拿的离婚证 再过去搭讪一下 你好 打扰一下 我手机没电了 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10点34 你这刚离婚 关你啥事儿 我也单身 咱们能不能试着交往一下 你是不是有病了呀 不是你的伙计这么 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什么意思啊 刚离完婚无份协接对吧 啊 对呀 你才知道 这就是我对象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 啊 你就忙你工作就行 不管再来做 我工作 那我工作为了谁了 我工作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为了这个家 你管过啥了吗 你孩子孩子管过了 家你管过了 大大小小事情都是我 那我不挣钱我怎么管啊 房租房租谁交 水电费谁交啊 还让我贷款买方 我哪来的钱啊 我不工作 我不工作吗 每天就你工作吗 就你那么忙吗 啊 那我总 就忙忙去就行 哎你俩别吵了 干嘛干嘛我过来过来过来 不是我我开嘛的 我我开玩笑 我跟你媳妇开玩笑 其实我是做那个短视频拍摄的 我也听出来了 你俩都没啥事 都是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 一时冲动过来离婚了 就因为这个工作忙 我也不想 都没啥大事对吧 我也我也我也听出来了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你这么好的媳妇 你可别弄丢我呀 我以为你 咱大老爷们福个软万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做那个短视频拍摄的 你俩是吧 哎呀好好的嘛 哎呀道个歉嘛 哎呀 听的我都听出来了 行了我错了啊 现在知道错了 赶紧回家吧 离婚的时候咱那来痛快了 年轻人嘛 夫妻吵架很正常的 是吧 不要当真了 哎哥们 我那视频能上传吗 上上传视频 啊 上传到网络 能上传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 我俩真做完了 啊 谢谢了啊 都哄一哄啊 下午啊 你放欢了 别生气了啊 今天干了一件正能量的事啊 宁猜石座庙不回忆装轰 现在的年轻小夫妻啊 压力都挺大 忙工作呀啥的 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啊 一时戳落而离婚 好好过日子 好了 今天收工回家